我想各位前幾天看到趙騰雄 在記者會上沒有到老淚縱橫 但是感覺十分的腰骨軟Q的樣子 告訴大家說我今天來這邊也是吃虧 然後滿臉豆花 政治真可怕 但實際上我們這樣講好了 趙騰雄是多麼厲害的一個人物 他一路從苗栗上台北打拼 遇到黑道 遇到被人家倒在 還真的被人家刺了一刀 他也得過癌症 但是這個都打不倒他 怎麼可能開一個記者會 他的姿態那麼低調 其實講明了 因為對他來講 這一次的整個戰爭 那就是他準備要接下來打下去 他沒有要跟你真的道歉或是退讓 因為他的立場 其實大家不要忽略 就是柯P在整個所有的戰況裡面 你表面上看起來贏得所有的戰爭 媒體支持 然後各種各樣的力量也都支持 網友支持 可是有一個問題是 趙騰雄手上就拿這個合約 他就咬死你啦 因為這個合約 基本上在當初遞約的時候 就對遠雄是有百分之百的優勢的 而且最重要的是之前我們說監察院 有請好事服要修正 其實沒修正 他說他中間開了二三十次會議 是討論說 那你同不同意修正這件事情 遠雄說我考慮一下之後 好我們下次修正的時候同意修正 但沒有到FINAL 也就是中間大家很快樂 我不知道中間有沒有訂珍珠奶茶什麼東西 應該吃了不少熱量 那一路討論完之後 大家只是同意要修這個東西 但並沒有真正的重新修約 他前面在議約就議約就你來我往 我們討論討論討論之後 遠雄說好這個我也同意啊 那我也同意好 中間有二十三項我同意 但是沒有FINAL 蓋官房蓋大張重新修正 我們以前已經討論過非常多次的合約的時候 遠雄其實到目前為止立場都很簡單 他沒有動搖過 大家不要因為我們表向媒體上的勝利 或者是網路上的言論一面倒 就以為台北市政府這邊已經獲勝了 因為遠雄立場一直都是 我一面牆也不猜 那為什麼 因為合約裡面講得很清楚 你基本上所謂的勒令停工 大家也不要被勒令停工這個東西 給沉迷了 想說哇好棒喔 勒令提工就是 我這樣停工明天就停工了 基本上在這一個沒有明確犯罪事實 也沒有經過法院認證的狀況之下 連檢察官都不能這樣做 那我們可以馬上逮捕 如果有一個人是現行犯 我可以馬上逮捕他 但問題是遠雄這樣子的事件 不被認為是現行犯的時候 遠雄現在是真的準備好 要打長期抗戰 這個我已經講過很多次了 你看他們議約的對象 是遠雄巨蛋公司 那但是你看合約裡面 清楚有講到的 他的這個相關的成員 包含了遠雄建設 包含了遠雄人壽等等等等 他的子彈很多耶 也就是他準備好要打 相關的法律訴訟的時候 這些人都是股東 這些股東投注的金額 跟他們現在在準備的相關的狀況 你可以去看一下遠雄現在的財報 遠雄現在的財報表示 他在累積資源 他已經放棄了一些 防守不了的一些戰場 要回來的時候 台北市政府必須要非常小心 因為遠雄已經打定主意 要跟你打的就是訴訟戰 而訴訟戰通常就是要拖五年拖十年 你可能太過輕敵 包含了我們也許都太過輕敵 覺得遠雄可能撐不過五年 但你看他的明顯資金流動 已經在回房的時候 他如果擺明要跟你打五年 那中間受損最大的其實是銀行耶 因為這些連貸的銀行有大概145到150億左右 是跟他們貸款來建的 那坦白講 我坦白說遠雄這麼厲害 趙騰雄這麼厲害 他實際上成本大概就那麼多 所以換句話說到目前為止 嚴格來講 他沒有太多的支出 那個款已經貸過來了 他告訴你什麼成本 200億300億 這是我喊的啊 那我實際支出多少 你又調不出這個遠雄巨蛋 真正的建設的時候 合理推斷搞不好少於150億 搞不好只有100億左右 那在這樣的狀況之下 目前遠雄其實在所有的領域範圍 他都是浩枕以霞在等你 那柯P現在有沒有足夠多的力量 去徹底打垮 讓他願意跟你坐下來談 甚至就像有意講 我們終極是希望 那不是坐下來談 是讀書讀國理論 你一約的時候就有問題 你合約就有問題 我為什麼要承認 你這整個BOT案是合法的 那可是又有很多陷阱是 你跟他坐下來談 是不是你承認這個合約是合法的 對喔這是重點 是不是你已經同意 因為所有的東西都有陷阱 那我今天 如果從頭到尾認為這不合法 我就百分之百拒絕跟他做溝通 那到最後大家就爭執 我去上法院的真點就是 合約本身不合法 我認為過去有圖利的嫌疑 所以他不合法 但如果你又要坐下來跟他談 那這個前提就是 我會議紀錄一開始 如果我是遠雄 我就會講對不起 請先承認這個合約 然後我們才能往下走 對 那你如果承認 在會議紀錄裡面有了 你下次上法院真點 就不能講合約有問題囉 因為你已經在協商會議裡面承認 你市府的代表已經承認的時候 這樣子的作戰是非常長遠的一個計謀戰跟消耗戰 因為你不要單純以為遠雄有資金壓力 那其實他有遠雄人獸 他有小金庫啊 遠雄人獸你能讓他勒令廷業嗎 不行啊 這是兩個分開來的啊 但是對於柯P來講 今天行人包含了像游易 我每天經過忠孝東路的時候 我都看到一個很醜蛋在那邊 我都看到台北市政府沒有短時間之內 讓他消失的方法的時候 這個扣分跟這個民怨 是會算在柯市府身上 所以在這個戰爭裡面大家不要太過樂觀了 我認為包含了遠雄現在的很多手法 請大家仔細去看一看 是不是有很多的專訪出來了 是不是有很多的媒體報導 怎麼搞的忽然之間開始偏向遠雄 你以為遠雄是吃素的嗎 你以為遠雄出來挨打 是真的真的都沒有準備好 所以故意挨打嗎 不對啊 是在輿論聲援上面 當你單方面的把遠雄打到地上的時候 同情輿論就會反撲 你看現在是不是很多的中立第三方 或者是相關的這個仲裁人 或者甚至同系的教授 已經出來講說不對 我覺得你這樣講太過分 因為當你在不停主動攻擊的時候 相對挨打的那一方 不管他多麼食而不慎 你多麼的討厭他 你都會漸漸開始說這樣打他會不會太過分 這樣打他是不是運用媒體的壓力去 壓制他 但當這個東西反撲的時候 遠雄在底下走的道路是 我一邊開記者會 我一邊一個大男人說 這是我生涯的最後一役 但我一邊已經做好所有準備的時候 我覺得現在要問的是 那台北市政府是不是做好準備 你所有的戰術統一了嗎 玩黑臉白臉是非常好 在商業協商上是聰明的 可是問題是你是政治人物 政治人物黑臉白臉會讓民眾無所逝從 也就是我今天看台北市政府 你看對友誼來講有一個很大的問題 就是有些人好像是百分之百支持友誼 說我們一定要拆彈 我決定要接管 然後有人又說 那我們可以坐下來談談看 希望你提出不同的方案 請問對友誼來講 台北市政府到底是不是支持友誼 友誼過去多年的抗爭 到底有沒有被台北市政府認同 那這就變成一個很大的問題 那我們如果支持友誼 那我到底是要支持台北市政府的那個黑臉 還是支持那個白臉 因為它是政治體系 我們會把台北市政府所有的責任 都要你概括承受的時候 商業公司可以講 對不起我們副總就是要辦黑臉 那我們的法務就是要辦白臉 可是台北市政府沒有辦法告訴你說 對不起我們是一個統一的政府 但我們卻有黑臉跟白臉兩種立場 對友誼來講是非常不公平的 對台北市民來講 我支持的是台北市政府 可是那張臉 到底是黑臉還是白臉 到底是誰的政策 這對台北市民來講 已經種下了一個困擾的時候 遠雄會不會利用這個時機趁勢而起 我覺得大家要非常小心 友誼你怎麼說 其實學生哥剛剛點到 幾個非常重要的點 然後其實也是我們現在心裡非常疑慮的部分 因為就像我剛剛提到 市政府在今年3月13號已經發限期改善給遠雄 然後改善期限是到6月15號 可是在前幾天 鄧家基副市長接受媒體採訪的時候 是否認這個限期的 又否認了 對他否認這個限期 有這個期限的存在 然後所以我們當時就覺得非常不可思議 就是到底我們為什麼要去跟遠雄談 如果他今天真的是一個已經確定他是一個黑心的老闆 已經被人家判刑了 然後這一些整個過程裡面又充滿了這麼多的弊端 還可以這些弊端還可以逼到馬英九出來胡言亂語 然後逼到他下面這些人出來在說謊 然後幫他掩飾 大家都可以看得出來這個問題已經非常的明顯 然後這些資料揭露出來已經這麼的明確 剛才我們翟神 朱全透露一件消息 就是其實你剛才也隱隱約約講到這個事情了 你覺得台北市政府有站在你們後面嗎 我們從來沒有站在一起過 從來沒有站 即便是柯市府 你也沒有覺得他們有站在你後面過 我們站在公民團體的立場 我們非常高興市長願意把一些東西上網 讓我們可以看得到 其實大家很多人在說資料只有我們沒有 所以這樣子你們覺得就已經是有很大的進步了嗎 其實很多資料已經都上網 我們在網路上都可以download到 只是看你要不要去找這個資料出來而已 所以很多東西我們都是從網路上直接抓下來 然後去做分析跟研讀 所以今天市政府他們公佈這些資料 確實是有利於我們去做相關資料判斷 可是市政府的立場 其實讓我們感到非常害怕的 因為包括像昨天一週刊出來說 什麼12億的權力金 然後當然市長本身有出來說要先用安全 先談交通 最後才會跟你談錢 可是問題是 在我們公民團體的角度是 你連談都不需要跟他談吧 從頭到尾這合約就是有問題的一個合約 為什麼像學人哥剛剛講得很好 我們為什麼要去承認這個合約 對 為什麼 為什麼一個政府他有個黑白臉呢 就因為你黑白臉的時候 讓內政部是不是就有見證插刀的 一個見縫插針的機會呢 現在內政部市長挑出來 就是你副市長做的呢 好了 會不會白口莫辯 莫名其妙怎麼一週刊有個12億呢 昨天我們節目也討論這件事情 如果你按照法律走 你就是把法律講完之後 你再去討論其他事情 為什麼有12億 到底是遠雄的煙霧彈 還是柯市長本身就搖擺不定 這對全民的這個市民的這個權益 我們怎麼談呢 等我廣告之後 還有一個最了解內幕的楊石秋 我們聽看楊石秋怎麼回應這些消息 很可怕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